喜歡足球的人 當年都應該有玩過世家的創造球會系列 創造球會系列最新的遊戲 世家新創造球會 World to the World 剛剛在手機上推出了 這次可以說有以前家用版創造球會那陣味 今集新創造球會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要首先介紹給大家 就是創造球星 這個功能是用影相來製造一個球員 那我就邀請了韓繼聰來做測試 正面拍完照後 就可以調校皮膚顏色不同的設定 之後就選擇髮型、顏色和眼鏡的配件 最後改名 一個專屬的球員就這樣做好了 大家覺得韓繼聰又做得像不像呢? 之後我再找了影帝古天樂和Ironman來做測試 你說像不像呢? 創造球星的位置和能力都是隨機的 所以有可能創造到五星的球員 自己創造一個球員的確很過癮 不過遊戲的真正樂趣是經營一個球會 除了買賣和強化球員和監督簽約之外 還要擴建自己的球場和會所 讓多些觀眾入場增加收入 還有可以提升球員的經驗和默契 香港地區的玩家一開始就已經有一個三星的朗尼了 另外還有一個可以自己選擇的三星球員 再加上一些事情登錄呀 上線紀念呀 還送多個三星的小野生意 還有呀 還有送這個原創球員 三星的何本鬼謀 好呀 他是以前創造球會的神級球員 現在一開始就有了 就是做人都說明會慢慢加多些原創的球員進去 因為遊戲一開始就已經送高級發掘拳 而且玩多幾天就已經可以儲夠3600個金球 可以來個高級發掘十年抽 今集分創造球會有很多陣型 暫時有31種 陣型之外還有5種戰術 有反擊、質翼進攻、支配者和中央突破 這四個是互相黑制的戰術 而平衡就是入門戰術沒有黑制 每個球員都有擅長的戰術 將指定球風球球員擺在對的位置 再配合一個對的監督 就可以發動陣式連鎖 連鎖效果會大幅提升不同的能力 所以最好儘快組合一個陣式連鎖的陣容 我們要看看製造人重新開始玩的遊戲陣容 咦?它還未課金 總括來說 今集新創造球會這個手遊 真是有快當年家用機的味道